美国媒体关注中共六中全会历史性决议 这份决议反映出中共党内的团结还是压力 习近平进一步巩固权力 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 今天我们邀请到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 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一起来关注这些话题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平章好 两位 平章首先我想请你来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对于中共的六中全会是非常的关注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媒体所报道的焦点都有哪些 是 我们确实看到这次的美国的几大主流媒体 都对中共的六中全会是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那说明美国这边也很清楚在中国的这种政治语境之下 六中全会它的重要的信 我们确实看到美国媒体这次报道的焦点 主要是集中在六中全会所释放出来的 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 获得连任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比如说纽约时报就表示说 如果习近平有他的继任者的话 那么这个人选应该就在这次六中全会当中会浮出水面 但是我们显然是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人选 所以纽约时报就表示说 这反映出来习近平并没有竞争者或者是可能的继任者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也是纷纷的注意到 这次六中全会的一个核心的议题 就是审议通过了有关于中共百年党史的历史决议 那么美媒这边的一个普遍的看法 是认为出台这样一个历史决议 也是为了把习近平的地位提升到 跟毛泽东和邓小平并驾齐驱的高度 也是为习近平来争取第三个五年任期来争取这个合法性 比如说像纽约时报就说到 这将有助于习近平抵御任何对其执政记录的挑战 那么再比如说CNN就说到 这项决议是一种确立习近平当下的权威 同时预示他长期的权力和未来影响力的方式 是那么就刚才平章提到的其中一个话题 我想请问杨博士 就是现在有评论认为说 这一次中共六中全会之后 习近平是会顺水推舟 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上来寻求连任 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以及您认为习近平在这一次六中全会上 他的目的都达到了吗 我觉得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 是一个几乎是一定要发生的事 这不是今天规划的 他已经是规划了好多年 而且为此做了巨大的努力 这次的六中全会只说备受关注 因为是和习近平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它涉及到习近平能不能连任 而且他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说习近平这次没有这个历史性的决议 那他是不是会连任呢 我觉得基于他对中共这个党的系统 整个政府的权力系统以及军队的掌控 他如果二十大想连任也可以连任 但是有了这个历史性的决议文献以后 可能就不一样 因为毕竟习近平心里有点不踏实 他要向全党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可以破坏以前的规矩 能继续第三任甚至是无限期的执政下去 他要向全党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没有人敢公开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而这个历史性的文件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超乎寻传的 不可替代的一个历史人物 如果共产党想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那他是不可替代的一个领袖 那另外一个也透露出一个信息 就是习近平他的政治目标远远的超过了 就是他明年能够连任或者能够长期执政 他非常在意他的历史地位 而这个用历史性的决议这样的方式来确定的历史地位 也为未来创造了一个基础 而且中共历史上的前两个历史性的决议 都没被后人否定 也就奠定了前两位主要的中共领袖的地位 所以他对此也是非常有自己的企图心 所以从这个六中全国上 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两个信息 好的 那刚才杨博士提到了 这个习近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不可替代的领袖的这样一个意图 那平常美国媒体是如何看待 习近平这样通过重写历史 来为自己的政治前景来铺路这样一个做法 其实就像刚才杨博士说的 习近平想要争取连任 但是心里有一点不踏实 所以是希望能够通过重写中共的历史 来打造自己的合法性 但是为什么一定是要用历史的方式 来为自己的未来铺路呢 这个其实就是美国媒体 也是很多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广泛地认为说 好像和世界上的其他政权相比 中共这个政权是尤其的关注自己的历史 而且会更频繁地来使用历史 作为一种政治工具 比如说纽约时报就说 对历史的控制在中国的政治当中 是至关重要 历史在中国不仅关乎政治的合法性 也是政治控制的工具 那么在中共的历史上 我们看到这样的手法是屡见不鲜 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说纽约时报就说到 习近平现在是在努力地加强 控制中国人如何来回忆过去 而且在手法上 也更加地活跃和熟练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就是说你在美国很难想象 拜登总统把一些国会议员和各个州的州长 召集到一起来就美国的历史 达成一个什么一致的这个评估意见 这在美国是很难想象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差别和对比 其实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是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想请问杨博士您怎么看 您觉得中共是为什么尤其要关注和利用自己的历史 来利用这些历史达到政治的目的 好 那个不仅仅是中共 任何独裁者都比民主政府的领导人 更注重历史的解释 因为独裁者他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合法性危机 他迟早会面临到他为了自己继续专权或扩权 他必须找出新的授权的方式 那历史就造成成为他一个源泉 所以他必须重新解释历史 从历史来找出他能够继续的一个合法性 那中共尤其在这方面用的非常的利用不爽 刚才评章已经评论过了 实际上在过去的苏联 东欧的一些共产主义国家 也都是非常善用历史 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合法性 对这一点实际上奥威尔在1984中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总结 他说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 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 对独裁者来讲 你控制了现在你必须控制过去 因为控制了过去就意味着你可以控制未来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非常经典的精准的来描述 为什么独裁者 尤其像中共这样的独裁者 他必须那么重视历史 而且不断的用历史 为自己寻找合法性来源的一个描述 是 那杨博士 那么像中共或者您刚才说的这些例子 这样急迫的想要去掌控的这样一个急迫的心情 那就比如说像习近平通过这一次的历史性的决议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这能反映出党内的团结吗 还是这恰恰说明他面临很多的压力 对 我觉得团结谈不上 他很多的做法之所以能得到通过 而且得到拥护 基本上是政治强压的结果 在政治强压之下 这些官员还有一些民众的反应 久而久之 他也不知道是拥护 还是就是强压之下我必须服从 这个我们经过文革 经过文革以前的历史 我们都对此都非常有深刻的体会 就是久而久之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了 实际上它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在这种政治强压之下 这些人都可以说是服从了 服从了就表现出来全党的团结 全国人民的团结 这个是领袖所需要的 因为它是不像民主政治里边 一个领导人得到支持率非常兴了 这个独裁者必须全对 而且必须得到全部的支持 不然的话他就有恐慌 这一切就来自于它的合法性的来源 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对此就非常的在意 所以非常的强调团结 而且非常在意的 要制造一个团结的那种警调 是 杨博士现在也有分析指出说 习近平现在他延长自己的任期 实际上是会为中国长远的一个政治稳定性 埋下一个隐患 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第一呢 就习近平的一些强制的手段 也许是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和拥护 因为他这个解决了一些 按共产党的说法 他的前任没有解决的问题 至少是试图去解决 包括贫富悬殊的问题 包括这个什么整个官僚腐败的问题啊等等 那这个除此之外 这个习近平他用强压的办法 让大家进行服从 大家不敢反对 那你就不知道到底反对意见在哪里 我们来看前两天的那个记者会 就六中全会的记者会你就看出来了 那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现象 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是预先设置好的 这个回答也是预先设置好的 而且是读稿回答 整个他不叫这个记者会 他叫政策宣导会 而且比政策宣导会还要难看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难看的记者会 他说明了什么 这种政治长压之下 你不知道这个政策被执行 是因为得到了拥护 还是因为一个人的原因 如果是因为一个人的原因 造成了目前的政治局面 那这一个人就细于全党全国的安危 习近平换句话说 明天如果身体出了问题 或者出了一个意外 离世了 那么整个这个局面就会发生 分崩离析的那种局面 因为目前的状态是他一个人造成的 是他一个人掌控的 他无疑的会未来的中国的政治 埋下了一个隐患 危机的隐患 另外一个习近平的目标 刚才我们提到了 他在这个历史性的决议中 能够看到他的目标 现在他的目标已经非常清楚了 就是说我们记者 中共有种说法 在十八档上号叫 好像是不走老路 不走邪路 习近平时代呢 他觉得邓小平时期的 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已经过了 他应该找到一个新的道路了 那这个路呢 既不是老路 也就是说不是原教旨的 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那种道路 也不是邪路 所谓的邪路呢 是世界主流文明发展的这个阳关大道 他说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杜牧桥 那他等于说 现在目前的状况 一切细于他疑人之身 他一个人背着党 背着人民 背着国家 在走杜牧桥 硬闯一个另一类的 这个文明的道路 这是相当危险的 是而且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闭幕式的记者会 可以说也是通篇不离习近平 可以说这个主题 也是非常的明显了 那平章在 我想再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除了习近平 他个人的这样一个政治前景之外 美国的媒体还关注 哪些其他的话题吗 当然美国的媒体 还非常的关注 在中国这样的一种政治前景之下 中国未来的政策的走向 还有中国跟世界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纽约时报就指出说 其实在习近平掌权以来 那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的民主国家 一直是在批评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在国际舞台上的咄咄逼人的姿态 它的这个主权领土的主张 还有它的一些带有这种 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些口号和道路 会使得中国跟世界渐行渐远 但是纽约时报就说 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迹象表明 习近平对此感到遗憾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未来 很有可能会继续的研制这样的一条道路 再向前发展 另外其实刚才杨博士也提到了一点 包括美国很多媒体也注意到 就是在这次的这个六中全会上 和之后的记者会上 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决议的 基本框架当中 都充斥着很多这种意识形态的话语 还有包括这个中美和中国和西方世界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些对比 这或许也在意识着中国未来它的治理模式 会走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道路 那像美国的财经媒体CNBC就说 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未来并没有政治改革的计划 而且中国在经济政策上很有可能会延续现在的这样的一种 以国有资产国有经济为核心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 那另外像《华尔街日报》就刊登了一篇 这个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他写的一篇这个评论性的文章 那么陆克文在文章当中就是说到 这次中共所出台的这个历史决议也反映出来 中共试图在向这种发展中国家出售一种中国模式 同时贬低西方的这种民主制度的模式 那么这个其实也会对中共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产生一定的影响 也使得中国成为了面对美国的时候的一个 更加不可忽视的一个更强势的对手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美国现在就迫切的需要制定一个更加长期的 至少可以延伸到2035年的这样的一个 有两党共识的中国战略 另外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也说到 就是说现在习近平的继续的掌权 很有可能会使得中国继续现在对于新疆维吾尔人 对于香港对于台湾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 那么这也是说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都还没有遇到过 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 由一个像习近平这样的冷酷无情 野心薄薄的强人来领导 但是这是拜登总统现在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那么《华盛顿邮报》在他的这篇社论当中也说到 当然跟中国的完全的脱钩会有很多的难度 但是美国至少不应该放弃说真话 无论是对于中国的现在还是对于中共的意识 是没错 这个拜登政府他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像刚才平章所说的 就是对中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一个批评和挑战 那么在周五的这个闭幕的新闻发布会上呢 中国的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江金权 他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他说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拥有协商选举等完整的制度 而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呢 他说实际上是资本支配的选举 资本集团的游戏 那么同时呢 他引用了一组这个民调数据 那这个数据显示说有超过81%的美国民众 对美国的民主表示担忧 而在中国呢 民众对中国的党和政府的满意度 分别是95%和98% 那我想请问杨博士 您怎么看待江金权他说的这番话 对对民主还有民主制度 无论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 都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和外延 这个都是比较确定的 中共包括习近平可以批评 这个民主的弱点 包括我们在生活在美国 我们也经常会批评 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些问题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全过程民主 把它叫成民主 那按照这个民主的定义 实际上它不是民主 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习近平 他硬要闯出另外一条道路的 那么一个理论 这种东西它完全可以起个名字 比如说叫人民中心主义 或者直接叫习近平主义 大可不必称它为民主 那这个从它把它称为民主 我们可以看出来习近平 对于中国他要走的这条路 他是既自信又不自信 说他自信 是因为他提出来四个自信 叫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而且刚才我们也讲了 他一个人背着党人民国家 一定要走一个独木桥 硬闯出一条 别人没走过的一个文明化的道路 从这一点上讲 不自信这个人是做不到的 另一方面 你既然走你自己的路 你干嘛要叫别人的名字 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他不自信 所以我觉得反映出来这么两个信息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民主 还有已有的民主都是可以批评的 但是中国现在要走的路 它不是民主 杨博士接下来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请问您 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美国和中国在今后打交道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 或者需要做出改变的地方 或者有没有什么原则 是一定要坚持的 我觉得中国之所以给自由世界 民主世界带来威胁 是因为在历史上 中国是第一个提出了一个 给世界展现了一个民主自由这个道路 文明道路另外的一种可能的一种道路 这个是给民主世界带来一种威胁 我们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但美国如果想应对中国 我觉得第一条 你就把美国的民主要搞好它 美国的民主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搞不好 人家也会认为你这条路也走不通 所以你这个民主的灯塔就不那么光亮了 那么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经济发展 美国的经济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而且持续地维持高科技 尤其是军事高科技 还有这个持续的经济的发展的动力 这是第二点 你要维持一个经济强国的地位 第三个就是你要联络民主盟友 一起来应对中国这样的问题 这三点如果是缺少任何一点 恐怕美国在和中国的打交道中 都会遇到麻烦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讨论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杨建利博士和美国真记者平章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 谢谢两位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